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好好說車 我是Jeff 我們公司呢 最近購入一台新車 一台小白拍的代步車 它就是我眼前的這台 SYM全新的GV125 那這台車可能就讓我們 短途的代步需求 送送的東西什麼 來做使用了 所以呢今天我們也會針對這台車 做算是一些小小的心得分享 那另外呢我們也發現 這台二四年式的全新的GV 它其實在硬體上 多一些小小的不一樣 那今天我們也會順便跟大家 講一下它到底多了哪些東西 另外呢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看過 關於這台車做的長途油耗測試 於是我們H1MOTO其實也很好奇 我們也自己親自試了一下 讓我們來看看這台車 它到底就是有什麼樣的能耐 到底可不可以一桶油 直接從台北騎到高雄 好的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直接進入主題吧 好我們現在在路邊完全發不動了 好我們現在在路邊完全發不動了 對 確定期了 首先呢我們就先針對這台車油耗做分享 其實這台車購入沒多久 我們就把它拉去 進行一日北高的那個油耗測試企劃 那我們出發點是從新北的山峽 那出發前我們加滿油 那看看這一桶油到底可以跑到哪裡 於是我們一直騎騎騎騎 那途中經過台中啊 沿著西濱一路南下 那途中大概休息了三四次左右 最後到了高雄小港的時候 我們發現車才沒有油才完全停下來 那其實這一路上我們大約是定速在 時速60公里左右 那像是如果西濱一些大直線 我們會稍微切換一下節奏 把速度稍微提到70幾啊 甚至80 但大致上還是維持在60左右 不然這樣實在有點太無聊 一直定速定在60正會很想睡覺 那即便如此呢 我們其實還是做出了 超過63的這種油耗 非常狂 那其實這沿途的大概300多 接近400公里 其實我覺得能做出這樣的成績 真的滿厲害的 當然在途中其實我覺得 這長途測試 真的不是人在做的 真的非常累 因為你要一直控制 右手 Hold著油門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油耗測試的部分 好那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車騎乘的感受 因為其實我們在先前呢 做的測試可能都是比較短途 沒有辦法做 就長時間去體驗它 那經過這一次 我覺得有一個感受讓我非常深 就是它其實這個舒適性我覺得 真的非常棒 我相信大家其實都有做這種 不管是一日無零啊 或是那種24耐環島的經驗 除了仿泰車你說腰會痠 但是不管是街車啊 速克達大洋什麼 你做久了我覺得你屁股一定 真的會非常痛 那可是這台車其實我覺得它在 椅墊的設計方面 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它其實整個發泡棉它其實算是偏厚的 厚就算了 但它沒有說真的是軟到不行 因為其實如果你那種過軟的發泡棉 其實它支撐性可能沒那麼好 你久了之後 我覺得你屁股還是會痛 對 那不過全新T恤呢 讓我們在這個 其實非常長 400公里的那個路途裡面 那我們途中當然還是有休息 休息大概三四次左右 可是我們到高雄其實 屁股 屁股真的沒有什麼真的很痠的感覺 那包括我們其他 比如說腰會痠它也沒有 那其實這也有一點顛覆 其實我對小車的那個 既有的觀念 因為以往呢我們可能說 我們騎小車啊 我們可能要接受它 比較局促的那個車身指數 所以在乘坐上 它其實比較沒有那麼舒服 自腳性呢其實 收匯它其實這個比較平坦 它後面其實蠻平的 所以你其實在腳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伸展 那我身高大概約175左右 其實在那麼小的車體上 你還是有不錯的自腳性 那在踏板方面 踏板設計方面 其實我們有時候 騎長途啊 你會有時候變換姿勢 讓你的那個身體的那個 濕力啊 瘦力點 有時候換一下 那當其實長途 坐下來 我覺得 你的身體啊 不管手啊 都比較不會痠 這是我針對這台全心理學 在長途的那個騎乘的感受上 做了一個分享 那作為所謂的通行買菜車 其實全心理學 我覺得它給的其實也非常足夠 像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非常寬大非常平坦的這個大儀墊 它下面的空間也是非常大 所以其實 你要放兩頂一般這種 四分之三的安全帽 它其實沒問題 另外呢 你要再放手套 你要放包包 那像中間我還多塞一個雨衣 以及雨鞋 它也是可以輕鬆放入 沒有問題 除了置物空間之外 這一次 24年的改款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在儀表 終於終於 新增了這個 數位顯示的時間 只要我們通過儀表板上的這個MOD鍵 就可以進去切換 里程啊 然後時間 ODO chip里程 電壓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看到儀表是下方 還有多了這個USB的充電布 所以其實如果你偶爾手機忘記充電 上班就是還是可以插的 或是你想要另外外接那個新熱記錄器 它也沒問題 所以說其實原本的全力抵絕 我覺得它可以算是買菜車這種佼佼的 另外它又針對消費者們比較在意的這些東西 做一些加強 所以稱之它為買菜車王 我覺得算是其實不為過啊 我非常喜歡它在機能性的部分 不過我還是想要提一下 如果它在掛鉤這裡啊 如果可以做個防跳脫 我覺得會更好 這是我覺得它在車 唯一稍微比較可惜一點的地方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針對SYM全新的 24年 這個算小改款 長途油耗測試的心得 以及大概800公里左右的 騎乘心得分享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 加開啟小鈴鐺 那你喜歡的是文章式的報導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Facebook按讚追蹤 那也不定期都會有些新車的相關報導 或是改裝相關文章 那這裡是H1MOTO 我是Jeff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一起拍攝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